好 有觀眾朋友說 這個俗女二看完之後 覺得心裡面空空的 有什麼劇可以再推薦呢 現在演員鄭元昌 他睽違了六年 回歸台劇 搭檔柯佳燕 演出了新劇 無神之地 不下雨 劇中兩個人飾演神 另外這個劇是由 榮獲金鐘獎電視劇 想經理的團隊來製作 取材是來自阿美族的神話 手筆愛心 展現女神 男神魅力 演員柯佳燕 鄭元昌 相識多年 首次合作 演出新劇 無神之地 不下雨 有點調皮 古靈精怪 柯佳燕在新劇 無神之地 不下雨 是演雲之神 他擁有瞬間移動 以及窺探人內心的能力 而鄭元昌 則是演出風之神 深邃眼神 帥氣不減 時隔六年演出台劇的鄭元昌 劇中有修改記憶的能力 兩人首次挑戰 演神的角色 都覺得很新鮮 我的角色看起來有一點反派 但是我覺得那是他的性格使然 對 他是玩的 我就是調皮了一點 獨特創新題材 無神之地 不下雨 取材自阿美族泛靈神話 描述因人類不斷破壞環境 讓神靈不再祝福土地 隨著最後一場雨 眾神離開人間的奇美故事 劇中演員都要學一些阿美族語 對他們來說是一大挑戰 無媽媽拉 馬卡 馬拉 馬拉 你要一起唸比較好 殺青之後都還給族語老師 末日愛情影集 無神之地 不下雨 還找來不少大咖演出 像是曾知喬身為主角中唯一的人類 謝天帝 將和傅孟博飾演的雨之神 談一場人與土地的末日之戀 首播將在十月十次後登場 想必會引發不少話題 華視新聞 陳怡婷 張道勇 台語報導